Great Dragon, Great Ancient Streets, Deeding Change with Modern Beats, Cities Rise and Towers Peak, New Dawn Breaking Bold and Fleek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尽管存在风险,中国两万亿美元的股市反弹,仍吸引全球基金持有股票,削减敞口的投资者现在表示现在是投资的时候了 房地产政策,经济回升,支持投资案例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指数自一月份低点攀升23%,全球基金经理开始重新涉足中国股市 随着经济前景改善和政府新措施的出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为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并且市值比一月份低点上涨了约2万亿美元 高盛集团表示,最近的回调提供了这三更好的切入点,而不是通往新低的道路 SG、Kleinworth、Hambrose、LTD等公司现在略微增持中国相对于其新兴市场持股的权重,并加入了一些增加风险敞口的公司 尽管市场存在风险,但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看到了机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股市如同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曾经冷冷清清,如今却变得热闹非凡 彭博社说,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中国指数从一月份的低点反弹了23% 这让那些曾经缩减敞口的投资者开始重新考虑,是不是该回到这桌火锅前来了 尽管曾经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心怀疑虑,现在他们看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迹象 比如房地产市场政策的调整和经济的回升 全球投资者们纷纷认为,最坏的日子可能已经过去了 即便近期股市涨势稍有放缓,但中国和香港股市的市值和一月份低点相比 仍然增长了约2万亿美元,这使得中国在新兴市场中表现得相当优秀 高盛的投资专家们表示,这种回调其实是一个更好的进场点,而不是一条通往新低的道路 SG Kleinward-Hambro Salatadid,驻伦敦的首席投资官Jean Salerno表示 底部已经过去,是时候进行投资了 Salerno的公司曾经在反弹开始时持观望态度,拒绝以最低价格进入 因为当时政府的努力仍被认为不够充分 他们宁愿错过那难以捉摸的复苏初期,也不愿冒险被长期的抛售困扰 然而,随着北京方面推出新的政策,以及投资者情绪的转变 SG Kleinward现在略微增持了中国相对于其新型市场持股的权重 这一阵营的投资者转变立场 加入了如Vantebel Asset Management和Aerial Investments等公司 这些公司纷纷增加了在中国市场的风险敞口 数据显示,资金正在流入市场 60亿美元的iShares MSCI中国交易所交易基金 在5月份出现了今年的首次周流入 创下自2023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准 华尔街的策略师们也跟风而来 瑞英集团在4月份将其对中国主要股指的建议上调至增持 而汇丰银行在5月份表示 现在还不是获利了结的时候 拉米兹切拉特在冯托贝尔管理着总计20亿美元的新兴市场资产 他认为估值和盈利的势头将推动中国和香港股市进一步上涨 尽管在1月份大幅减持该资产类别 Chillat在2月份开始增加敞口 如今他的基金头寸接近中性 他说全球资金正在再次关注中国 许多全球基金曾经完全退出中国市场 但他们现在可能认为需要一些高质量的中国企业 这种态度的改变也出现在其他平台上 S3 Partners的数据显示 规模达20亿美元的Extrackers Harvest CSI 300 中国A股ETF的未平仓看跌头寸 从3月份的约20%下降至6月7日的10%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组合经理陈思国表示 我们看到做空中国和其他一切做多的趋势正在逆转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被这股热潮说服 严重的问题仍然存在 房地产市场依然压力重重 消费者信心也未完全恢复 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摩擦依然存在 专注于中国以外新兴市场股票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仍在吸引稳定的资金流入 摩根大通的策略师们指出 一些对冲基金最近在房地产开发商股票反弹后获利了 结 而另一些则建立了空头头寸 压住这些股票将下跌 法国外传合资管理公司 Natex Global Etchermann全球市场策略主管 Mabruko Chetwane表示 投资者对中国经济接触仍然非常谨慎 看到政府从头开始改变规则始终是一种风险 但那些愿意承受这些风险的人 则看到了市场上的机会 市场观察人士越来越乐观 认为北京的努力将最终转化为对公司盈利的提振 Vantebel的Chelit喜欢那些迎合消费者购买更便宜替代品的现象的企业 比如电子商务领域的拼多迪和经济型酒店领域的H-World Group Chelit说 像友邦保险这样的保险公司很有吸引力 因为消费者储蓄强劲 中国中产阶级将保险作为一种保护和投资工具 纽约Ariel Investments LLC的投资组合经理克里斯汀·菲尔波茨 在中国持有的大部分资产都集中在消费领域 自三月底以来 他有意义地减持了对中国的持仓 并使其成为其Ariel Emerging Markets Value Strategy中增持最多的国家 尽管整体消费者信心仍然疲软 但菲尔波茨表示 一些公司已经从市场份额整合中受益 并且一些公司如长城汽车 也已转向向其他新兴市场出口 菲尔波茨说 从基本面来看 从这里开始有很多有意义的上行空间 他认为 中国股市所蕴含的风险的下行空间被高估了 这些投资者相信 随着中国经济复苏的步伐加快 更多的投资机会将不断涌现 所以无论你是持观望态度的投资者 还是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风险爱好者 如今的中国股市正如一盘热气腾腾的火锅 等待着你重新入桌 品尝那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滋味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哇 这剧情反转的比我早上喝咖啡撒了一地还刺激 中国股市这波反弹 简直像是看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精彩电影 全球基金经理们 曾经对中国市场的态度就像看恐怖片一样害怕 现在却像看浪漫喜剧一样满心期待 来看看具体情况吧 首先摩根市单立资本国际 MSCI 中国指数自一月低点反弹了23% 原来那些担心中国经济陷入深渊 房地产市场崩溃 刺激政策无效以及中美紧张局势的投资者 纷纷选择撤退或者大幅血减对中国的敞口 然而 随着经济前景改善和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新支持 措施的出现 全球投资者开始改变主意 觉得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尽管最近几周股市涨势有些放缓 但中国和香港股市的总市值比一月低点增加了约2万亿美元 在新兴市场中 这表现堪称优秀 投资者们看到了一片美好的未来 高盛集团甚至表示 最近的回调其实提供了更好的进场时机 而不是走向新低 SG Kleinworth Ambrose LTD的首席投资官 Jean Salerno更是信心满满地说 底部已经过去 是时候投资了 接下来 看看基金经理们的动作 SG Kleinworth现在略为增持了中国相对于其新兴市场持股的权重 加入了一些其他增加风险敞口的公司行列 这些投资者在反弹开始实持观望态度 拒绝在最低价格进场 因为他们觉得政府的努力还不够充分 这一次 他们选择了积极加入 因为看到北京方面的最新行动 投资者情绪开始转变 资金也开始疯狂流入市场 iShares MSCI中国交易所交易基金 在5月出现了今年的首次周流入 达到了自2023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准 华尔街的策略师们也摩全擦掌 瑞银集团在4月份上吊了对中国主要股指的建议 而汇丰银行在5月份则表示 现在还不是获利了结的时候 然而 不是所有人都被说服 房地产市场仍然承压 消费者信心依然疲软 中美之间的摩擦也没有消失 尽管如此 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还是看到了机会 他们认为 北京为振兴经济所做的努力将转化为公司盈利的提升 Vantauble的Chayla喜欢那些迎合消费者购买更便宜替代品的企业 比如拼多多和Hworld Group 而友邦保险这样的公司 因为消费者储蓄强劲和中产阶级对保险的需求 显得特别有吸引力 有意思的是 Aerial Investments的Christine Philpott也在中国消费领域布局 自三月底以来 她有意减持了对中国的持仓 让中国成为其投资组合中增持最多的国家之一 尽管整体消费者信心仍然疲软 但她认为一些公司已经从市场份额整合中受益 比如长城汽车转向向其他新兴市场出口 她表示 从基本面来看 这里有很多有意义的上行空间 总之 中国股市这波反弹让人感觉就像坐了一趟惊险的过山车 但那些勇于冒险的投资者似乎已经准备好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了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国股市反弹 中国股市回升的现象指 中国股票市场在经历一段时间的下跌或横盘整理后出现显著的上涨趋势 这种反弹通常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包括但不限于政府政策的扶持 宏观经济数据的改善 企业盈利增长 资金流入等 反弹幅度和持续时间 可能因市场情绪和外部环境而已 投资者在面对股市反弹时 需谨慎评估风险 避免盲目追高 全球基金是只将投资重点放在全球范围内的基金 这些基金通常会将资金分散投资于不同国家的股票 债券和其他金融工具 以达到分散风险和寻求更高回报的目的 全球基金的管理者会根据各国经济状况 市场前景和货币政策等因素 动态调整投资组合 全球基金可以提供投资者更多的选择和灵活性 但同时也需要承担跨国风险和汇率波动风险 中国指数是衡量中国股市表现的重要指标 一般由一篮子具有代表性的股票构成 较为著名的中国指数包括上证赠指 上证指数 深证成指 深证成分指数 沪深300指数和恒生指数等 这些指数的变化反映了市场的总体走势和经济运行状况 投资者可以通过追踪这些指数来了解市场动态 并做出投资决策 指数的变动不仅影响个股的价格 也会对基金 期权等金融产品产生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现在正式投资中国股市的最佳时机 事实上 摩根式单立资本国际 MSCI 中国指数自一月份以来已经攀升了23% 这不仅是股市的反弹 更是经济预期改善和政策支持的表现 就像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那段繁荣时期 中国的未来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楚天书 你这比喻真是天马行空 投资中国股市 还是让我想起了那个买毒还猪的故事 你说反弹了23% 那就像高考分数提高了一点点 但你还是得面对那些苦涩的数学题 房地产市场问题 消费者信心低落 北京和华盛顿摩擦 这些难题可不是说没就没的 谢琪琪 我承认问题存在 但你不能否认中国的政策调整带来的利好 放宽住房规定 推动消费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措施 就像当年邓小平开放改革 大家也是充满了顾虑 但结果如何 中国经济一飞冲天 投资中国股市就是抓住了这股东风 乘风破浪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是一带一路 这些口号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事实是 对冲基金都在撤退 他们可是市场的嗅觉灵敏者 你这种乐观精神 就像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满怀信心 但总是碰壁 市场波动 风险依然存在 投资者需要更加谨慎 而不是一头扎进去 哦 谢琪琪 你这种悲观主义可真是让人沮丧啊 投资本来就有风险 但高风险也意味着高回报 看看Vontobel SG和Arial Investments 他们都在增加对中国市场的敞口 这就像三国时代的刘备 虽然一路艰难 但最终还是能够建立蜀汉 我们应该学会看到机会 而不是只看到风险 楚天书 你这类比真是让人捧腹 你说投资就像刘备见蜀汉 那可是费尽千辛万苦的呀 看看Netflix和摩根大通的策略师 他们可是对这市场保持谨慎的态度 就像《红楼梦》里的宝玉 最终还是难逃那场大难 投资中国股市不是说不可以 但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别被一时的反弹迷了眼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语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